1月28号恰逢中国民间的农历小年 中华老字号故宫过大年展 在故宫博物院拉开帷幕 阿娇 老酒 漆器 灰笔 鲁味 麻花 各个参展商各显神通 争相展示自己的老字号商品 来自江苏扬州漆器厂的徐军介绍说 扬州漆器有2300多年的历史 兴于汉代 胜于唐宋 鼎盛于明清时期 扬州漆器品类繁多 做工精致 一件精致的大型作品 往往要经过好几年的精雕细琢 雕漆和百宝茜结合起来 它是扬州独有的一种工艺 它的底层就是采用了中国的国漆 然后手工屠杀这几百层 在雕刻成景纹 上面就是镶嵌的各种名贵的玉料 上面有翡翠 碧玉 白玉 玛瑙 芙蓉 青金等等 来自吉林长春的熟食老字号 真不同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至今店中的熟食都遵循古法 严格用手工制作 然而老字号的发展需要传承 更需要依据不同时代人们的喜好 进行改变和创新 因为老字号嘛 怎么说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文化底蕴在里面 在这个现有基础之上吧 结合社会人们的口味 然后把这个独家的记忆发展 发扬广大 以前的时候呢 小独可能说里边会有一些肥肉在里边 现在呢 因为慢慢人的口味 大家的口味呢 都有一个改善 所以说我们把里边的肥肉都做了一个精简 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字号 也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了浓浓的新春氛围 挺不错的 这真是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那个 老年街那个 那个这种风情 这个风车嘛 就是北京人就是很早以前在我小时候就有这个玩意儿 我现在给我这私女人买一个 买的那个伊犁的面包 还有仿扇的小窝头 还有那个六不居的酱菜 据悉活动当天 来自山东 北京 天津 山西 吉林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河南十个省市 以及五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共计150家单位参与活动 除了老字号进宫过大年 当天一份清代的春晚节目单也首度亮相故宫 据悉 这间文物已定名为除夕戏木哲 于2019年1月9日在故宫养心殿西配殿修缮过程中被发现 戏折上记载着除夕日 在崇华宫和前清宫两处上演的月令成印戏幕 戏幕名称 演员名字均有记录 根据对演员生平研究 最终确定此戏幕为道光潮所演 专家表示 故宫现存文物藏品中尚无此类形式的曲木单 此次发现将有助于宫廷戏曲及清宫节气文化的深入研究 据悉 故宫博物院贺岁影响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 以祈福影响 祭祖行孝 敦期牧族 勤政清闲 游艺行乐 欢天喜地六大主题 全面展现清代宫廷过年习俗 在五门雁赤楼展厅 祈福影响单元展示了宫廷过年张贴的福字 春帘 春条 门神 还可以看到康熙 雍正 乾隆 嘉沁 道光五代皇帝书写的福字 在室外展场 乾隆宫前单臂上下树立起壮丽的天灯和万寿灯 成为广受瞩目的景观 在乾隆宫东午 宫里过大年数字沉浸式体验展 围绕紫禁城丰厚的年节文化 以数字技术 虚拟影像 动作捕捉等科技手段进行创新形式落地 让观众沉浸其中 获得过大年的全息试镜创新体验 据悉 故宫博物院贺岁影响 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从1月8日开始 展览在五门艳赤楼展厅开放接待观众 20天以来每天有超过2万名观众前来参观 视频道德建议 每天跟麽色列下赤楼展厅 breeding 这州城里有超过2万名观众 众朋友 Ruben